丰延细品红楼 曹雪芹 红楼梦 成一本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 平清思故里 闻密室 凤姐逊家童 话说由三姐自尽之后 由老娘和二姐 贾真贾连等 据不生悲痛 自不必说 盲命人成练 送往城外埋葬 有相连见三姐身亡 痴情眷恋 却被道人数句冷语 打破迷关 竟自解法出家 跟随这封道人 飘然而去 不知何往 暂且不表 且说薛姨妈 闻之相连 已说定了 由三姐为夕 心中甚喜 正是高高兴兴 要打算替她买房子 置家具 择疾迎娶 以报她救命之恩 忽有家中 小厮嘲嚷 三姐自尽啦 被小丫头们听见 告知薛姨妈 薛姨妈不知为何 心甚叹息 正在猜疑 宝钗从园里过来 薛姨妈便对宝钗道 我的儿 你听见了没有 你真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 她不是已经许定给你哥哥的异地 柳香莲了吗 不知为什么自吻了 那香莲也不知往哪里去了 真正奇怪的是 叫人意想不到的 宝钗听了 并不在意 也说道 俗语说得好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这也是我们前生命定的 前妈妈为她救了哥哥 商量着替她料理 如今已经死得死了 走得走了 依我说 也只好由她罢了 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 倒是自从哥哥 打江南回来了一二十日 饭来了些货物 想来也该发完了 那同伴去的伙计们 辛辛苦苦地来回几个月了 妈妈和哥哥商议商议 也该请一请 愁谢愁谢才是 别叫人家看着无理似的 母女正说话间 剪削盘自外而入 眼中尚有泪痕 一进门来 便向她母亲拍手说道 妈妈可知道柳二哥 游三姐的事吗 薛姨妈说 我才听见说 正在这里和你妹妹 说道这件事呢 薛盘道 妈妈可听见说 相连跟着一个道士 出了家了吗 薛姨妈道 这越发奇了 怎么柳相公那样 一个年轻的聪明人 一时糊涂了 就跟着道士去了呢 我想你们好了一场 她又无父母兄弟 只身一人在此 你该各处找找她才是 靠她道士 能往哪里远去呢 躲不过 是在这一方 近左右的庙里 四里罢了 薛盘说 何尝不是呢 我一听见这个线 就连忙带着小丝们 在各处寻找 连一个眼也没有 又去问人 都说没看见 薛姨妈说 你既找寻过 没有也算把你 做朋友的心尽了 焉知她这一出家 不是得了好处去呢 如今 你也该张罗张罗买卖 二则 把你自己 娶媳妇应办的事情 要找些料理料理 咱们家没人 俗语说的 汤雀儿先飞 省得零食丢三落四的 不齐券 令人笑话 再者 你妹妹才说 你也回家半个多月了 想货物也该发完了 从你去的伙计们 也该摆桌酒 给他们倒到罚才是 人家陪着你 走了二三千里的路上 受了四五个月的辛苦 而且在路上 又替你担了多少的 惊叹沉重啊 薛盘听说 便道 妈妈说得很是 倒是妹妹想得周到 我也这样想着 只因这些日子 为各处发货 闹得脑袋都大了 又为柳二哥的事 忙了这几日 反倒落了一个空 白张罗了一回子 倒把正经事都悟了 要不然 定了名后 夏天请吧 薛姨妈道 由你办去吧 话又未了 外面小丝进来回说 管总的张大爷 差人送了两箱子东西来 说 这是爷各自买的 不在货账里面 得要早送来 您货物箱子压着 没得拿 昨儿货物发完了 所以今日才送来了 一面说 一面又见两个小丝 搬进了两个 甲板夹的大宗箱 薛盘一见 说 哎呀 可是我怎么就糊涂到 这一步田地了 特特的给妈妈和妹妹 带来的东西都忘了 没拿了家里来 还是伙计送了来了 宝钗道 亏你说 还是特特的带来的 才放了一二十天 要不是特特的带来 大约要放到年底下 才送来呢 我看你也诸事 太不留心了 薛盘笑道 想是在路上 叫人把魂给打掉了 还没归翘呢 说着 大家笑了一回 便向小丫头说 出去告诉小丝们 东西收下 叫他们回去吧 薛姨妈和宝钗 英问 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样捆着绑着的 薛盘便命叫两个小丝 进来 解了绳子 去了甲板 开了锁看石 这一箱都是绸缎 林锦 洋货等 家常应用之物 薛盘笑着道 内箱是给妹妹带的 亲自来开 母女二人看时 却是些笔墨纸燕 色色签纸 香带 香珠 扇子 扇舵 花粉 腌制等物 外有虎丘带来的自行人 酒链 水银罐的打金斗的小小子 沙子灯 一出一出的泥人戏 用青纱 罩的夹子装着 又有在虎丘山上 泥捏的薛盘的小巷 与薛盘毫无相差 宝钗见了 别的都不理论 那是薛盘的小巷 拿着细细的看了一看 又看看他哥哥 不禁笑起来了 婴角婴儿 带着几个老婆子 将这些东西 连箱子送到园子里去 又和母亲哥哥 说了一回闲话 才回园子里去 这里薛姨妈 将箱子里的东西取出来 一份一份的打点清楚 叫同喜 送给贾母 并王夫人等处 不提 且说宝钗到了自己房中 将那些玩意儿 一件一件的过了幕 除了自己留用的之外 一份一份的配合妥当了 也有送笔墨纸燕的 也有送香袋扇子相坠的 也有送腌制投油的 也有单送玩意儿的 只有待遇的比别人不同 且又加厚一辈 一一打点完毕 使婴儿同着一个老婆子 跟着送往各处 这边姐妹猪人都收了东西 赏赐来使 说见面再现 唯有待遇 看见她家乡之物 反自触悟伤情 想起父母双亡 又无兄弟 寄居亲戚家中 哪里有人也给我 带些土物来 想到这里 不觉得又伤起心来了 子涓深知 待遇心长 但也不敢说破 只在一旁劝道 姑娘的身子多病 早晚服药 这两日 看着比那些日子略好些 虽说精神长了一点 还算不得十分大好 今儿宝姑娘送来的这些东西 可见宝姑娘 素日看着姑娘很重 姑娘看着该欢喜才是啊 为什么反倒心伤起来呢 这不是宝姑娘送东西来 倒叫姑娘烦恼了不成 就是宝姑娘听见 反觉脸上不好看 再者 这里老太太们 为姑娘的病体千方百计 请好大夫配药诊治 也为的是姑娘的病好 这如今才好些 又这样哭哭啼啼的 岂不是自己糟蹋了自己的身子吗 叫老太太看着 添了愁烦呢 况且姑娘这病 原是素日忧虑过度 伤了血气 姑娘的千斤贵体 也别自己看清了 子娟正在这里劝解 只听见小鸭豆子们在院内说 宝二爷来了 子娟忙说 请二爷进来吧 只见宝玉进房来了 黛玉让作弊 宝玉见黛玉累和满面 便问 妹妹 又是谁气着你了 黛玉勉强笑道 谁生什么气啊 旁边子娟将嘴 向床后桌上映弩 宝玉会议 往那里一瞧 见堆着许多东西 就知道是宝钗送来的 便取笑说道 那里的这些东西 不是妹妹要开杂货铺啊 黛玉也不答言 子娟笑着道 二爷还提东西呢 因宝姑娘送了些东西来 姑娘一看 就伤起心来了 我正在这里劝解 恰好二爷来得巧 替我们劝劝 宝玉明知黛玉是这个缘故 却也不敢提头 只得笑着说 你们姑娘的缘故 想来不为别的 必是宝姑娘送来的东西少 所以生气伤心 妹妹 你放心 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 给你多多的带两船来 省得你躺眼抹泪的 黛玉听了这些话 也知宝玉是为自己开心 也不好推 也不好认 您说道 我认凭怎么没见过世面 也到不了这步田地 您送的东西少 就生气伤心 我又不是两三岁的小孩子 你也特把人看得小气了 我有我的缘故 你哪里知道 说着 眼泪又流下来了 宝玉忙走到床前 挨着黛玉坐下 将那些东西 一件一件的拿起来 摆弄着戏桥 故意问 这是什么 叫什么名字 那是什么做的 这样洗整 这是什么 要他做什么使用呢 又说 这件可以摆在面前呢 又说 那件可以放在桥桌上 当古董碳 要好呢 一味地将些没要紧的话 来私混 带玉见宝玉如此 自己心里倒过不去 便说 你不用在这里混搅了 咱们到宝姐姐那边去吧 宝玉巴的带玉出去散散闷 解了悲痛 便道 宝姐姐送咱们东西 咱们原该谢谢去 带玉道 自家姐妹 这倒不必 只是到他那边 薛大哥回来了 必然告诉他些南边的古迹 我去听听 只当回了家乡一趟似的 说着 眼圈又红了 宝玉便站着等他 带玉只得和他出来 往宝钗那里去了 且说薛盘听了母亲之言 提下了请帖办了酒席 次日请了四位伙计 聚意到齐 不免说些贩卖账目 发货之事 无一时 上席让座 薛盘挨刺争了酒 薛姨妈又使人出来置意 大家喝着酒说闲话 那中一个道 今儿这席上转两个好朋友 众人奇问是谁 那人道 还有谁 就是贾府上的莲二爷 和大爷的盟地柳二爷啊 大家果然都想起来 问着薛盘道 怎不请莲二爷和柳二爷来呢 薛盘文言 把眉头一皱 叹口气道 莲二爷又往平安州去了 头两天就起了身了 那柳二爷 竟别提起 真是天下头一件骑士 什么是柳二爷 如今不知哪里做柳道也去了 众人都诧异道 这是怎么说 薛盘便把相连前后尸体 说了一遍 众人听了 越发汉意 听说道 怪不得 前儿我们在店里 仿仿佛伏伏的 也听见人嘲嚷 说有一个道士 三言两语 就把一个人度了去了 又说 一阵风刮了去了 只不知是谁 我们正发货 哪里有闲工夫 打听这个事去 到如今 还是四信不信的 谁知 就是柳二爷呢 早知是他 我们大家也该劝劝他才是 任他怎么着 也不叫他去 内中一个道 别是正着吧 众人问 怎么样 那人道 柳二爷那样个邻里人 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吧 他人会些武艺 又有力量 或看破那道士的妖术写法 刻意跟他去 在背后摆布他 也未可知啊 薛盘道 果然如此 倒也罢了 世上这些妖言惑众的人 怎没人治他一下子 众人道 那时难道你知道了 也没找寻他去啊 薛盘说 城里城外的 哪里没有找到啊 不怕你们笑话 我找不着他 还哭了一场呢 言毙 只是长嘘短叹 无精打采的 不像往日高兴 众伙计 见他这样光景 自然不便久坐 不过随便喝了几杯酒 吃了饭 大家也就散了 且说宝玉 和着黛玉 到宝钗出来 宝玉 见了宝钗 便说道 大哥哥辛辛苦苦的 带了东西来 姐姐留着屎吧 又送我们 宝钗笑道 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过是远路 带来的土物 大家看着 新鲜些就是了 带玉道 这些东西 我们小时候 倒不理会 如今看见 真是新鲜物了 宝钗英笑道 妹妹知道 这就是俗语说的 物离相贵 其实可算什么呢 宝玉听了这话 正对了带玉 方才的心事 连忙拿话岔开 明年好歹 大哥哥再去的时候 替我们多带些来 带玉求了他一眼 便道 你要 你只管说 不必拉扯上人 姐姐 你瞧 宝哥哥不是给姐姐来道谢 竟要定下明年的东西来了 说的宝钗宝玉都笑了 三个人又闲话了一回 英提起带玉的病来 宝钗劝了一回 英说道 妹妹若觉得身上不爽快 倒要自己勉强 闸张着出来 各处走走逛逛 散散心 比在屋里闷坐着 到底好些 我那两日 不是觉着发懒 浑身发热 只是要歪着吗 也因为食器不好 怕病 因此寻些事情 自己混着 这两日才觉着好些了 再遇到 姐姐说的何尝不是 我也是这么想着呢 大家又坐了一会子 放散 宝玉仍把黛玉 送至肖香馆门首 才各自回去了 且说赵姨娘 应见宝钗送了 甲环这些东西 心中甚是喜欢 想到 愿不得别人都说 那宝丫头好 会做人很大方 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 她哥哥能带了多少东西来 她挨门送到 并不遗漏一处 也不露出谁薄谁厚 连我们这样没食运的 她都想到了 要是那林丫头 她把我们娘们正眼也不瞧 哪里还肯送我们东西啊 一面想 一面把那些东西翻来覆去的摆弄 瞧叹一回 忽然想到 宝钗和王夫人是亲戚 为何不到王夫人跟钱卖个好呢 自己便呵呵些些的 拿着东西走至王夫人房中 站在旁边 陪笑说道 这是宝姑娘刚才给还个儿的 难为宝姑娘这么年轻的人 想得这么周到 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 又展样又大方 怎么叫人不敬奉呢 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 成日家都夸她疼她呢 我也不敢自砖 就收起来 特拿来给太太瞧瞧 太太也喜欢喜欢 王夫人听了 早知道来意了 又见她说得不伦不类的 也不便不理她 说道 你只管收了去给还根儿玩吧 赵姨娘来时 信信头头的 谁知抹了一鼻子灰 满心生气 又不敢露出来 只得善善的出来了 到了自己房中 将东西丢在一边 嘴里咕咕咕弄弄的 自言自语道 这个又算个什么呢 一面说着 自己生了一回闷气 却说 婴儿带着老婆子们 送东西回来 回复了宝钗 将众人道谢的话 并赏赐的银钱 都回完了 那老婆子便出去了 婴儿走进前来一步 挨着宝钗 悄悄地说道 刚才我到连二奶奶那边 看见二奶奶一脸子的怒气 我送下东西出来的时候 悄悄地问小红 说 刚才二奶奶从老太太屋里回来 不似往日欢天喜地的 叫了平儿去 唧唧咕咕地 不知说了些什么 看那个光景 倒像有什么大事似的 姑娘没听见 那边老太太有什么事吗 老差听了 也自己纳闷 想不出凤姐是为什么有气 便道 个人家有个人家的事 咱哪里管得呢 你去倒茶来吧 婴儿于是出来 自去倒茶不提 且说宝玉送了黛玉回来 想着黛玉的孤苦 不免也替她伤感起来 应要将这话告诉席人 进来时 却只有摄月秋文在屋里 应问 你席人姐姐哪里去了 摄月道 走不过在这几个院里 哪里就丢了她了 一时不见就这样找 宝玉笑着道 不是怕丢了她 因我方才到林姑娘那边 见林姑娘又正伤心呢 问起来 却是为宝姐姐送了她些东西 她看见是她家乡的土物 不免对警伤情 我要告诉你席人姐姐 叫她过去劝劝 正说着 秦文进来了 应问宝玉道 你回来了 你又要叫劝谁 宝玉将方才的话又说了一遍 秦文道 席人姐姐才出去 听见她说 要到林二奶奶那边去 保不住 还到林姑娘那里去呢 宝玉听了便不言语 秦文到了茶来 宝玉竖了一口 递给小鸭兔子 心中着实不自在 就随便歪在床上 却说 席人因宝玉出门 自己做了一回活计 忽想起 凤姐身上不好 这几天也没有过去看看 邝文贾连出门 正好大家说说话 便告诉秦文 好生在屋里 别都出去了 叫二爷回来抓不着人 秦文道 哎哟 这屋子里 干你一个人惦记着它 我们都是白闲着 混饭吃的 习人笑着 也不打言 就走了 刚来到庆方桥畔 那时正是夏末秋初 池中莲藕 心残相间 红绿梨皮 习人走着 颜低 看完了一回 猛抬头 看见那边葡萄架底下 有人拿着胆子 在那里胆什么呢 走到跟前 却是老柱妈 那老婆子见了席人 便笑嘻嘻地迎上来 说道 姑娘怎么今儿得功夫 出来逛逛 习人道 可不是吗 我要到莲二奶奶那里 瞧瞧去 你这里做什么呢 那婆子道 我在这里赶逆风 今年三府里 雨水少 这果子树上 都有虫子 把果子吃得 芭拉溜心的 掉了好些了 姑娘还不知道呢 这马蜂最可恶的 一都路上 只咬破两三个 那破的水 滴到好的上头 连这一都路 都是要烂的 姑娘你瞧 咱们说话的空没赶 就落上许多了 奇人道 你就是不住手的赶 也赶不了多少 你倒是告诉买办 叫他多多 做些小冷布口袋 一都路套上一个 又透风 又不糟蹋 婆子笑道 倒是姑娘说的是 我今年才管上 哪里知道这个巧房呢 你又笑着说道 今年果子虽糟蹋了些 味道好 不幸摘一个姑娘尝尝 奇人正色道 这哪里使得 不但没熟 吃不得 就是熟了 上头还没有贡仙 咱们倒先吃了 你是府里食老了的 难道连这个规矩 都不懂了 老猪妈忙笑道 姑娘说的是 我见姑娘很喜欢 我才敢这么说 可就把规矩错了 我可是老糊涂了 奇人道 这也没有什么 只是你们有年纪的老奶奶们 别先领着头 这么着就好了 说着 所以一进出了园门 来到凤姐这边 一到院里 只听凤姐说道 天理良心 我家这屋里 熬得越发成了贼了 其人听见这话 知道有缘故了 又不好回来 又不好进去 所以把脚步放重些 得着窗子问道 凤姐姐在家里吗 凤儿忙答应着迎出来 其人便问 二奶奶也在家里吗 身上可大安了 说着一走进来 凤姐装着在床上歪着呢 见习人进来 也笑着站起来 说 好些了 叫你垫着 怎么这几日不过 我们这边坐坐 习人道 奶奶身上欠安 本该天天过来请安才是 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 倒要静静的歇歇 我们来了 要吵得奶奶烦 凤姐笑道 烦是没的话 倒是宝兄弟屋里虽然人多 也就靠着你一个照看他 也实在离不开 我常听见平儿告诉我说 你背地里还垫着我 常常问我 这就是你静心了 一面说着 叫平儿挪了张屋子 放在床旁边 让席人坐下 风儿端进茶来 习人欠声道 妹妹坐着吧 一面说闲话 只见一个小丫头子 在外间屋里 悄悄地和平儿说 莫儿来了 在二门上伺候着呢 又听见平儿 也悄悄地道 知道了 叫他先去 回来再来 别在门口站着 习人知他们有事 又说了两句话 便起身要走 凤姐道 闲来坐坐 说说话 我倒开心 明明 平儿 送送妹妹 平儿答应着送出来 只见两三个小丫头子 都在那里 秉升习气 习习地伺候着 习人不知何事 便自去了 却说平儿送出习人 近来回道 望儿才来了 您习人在这里 我叫他先到外头等等 这会儿 这会儿还是立刻叫他呢 还是等着 请奶奶的示下 凤姐道 叫他来 平儿忙叫小丫头 去传望儿进来 这里凤姐又问平儿 你到底是怎么听见说的 平儿道 就是头里那小丫头子的话 他说他在二门里头 听见外头两个小丝说 这个新二奶奶 比咱旧二奶奶还俊呢 脾气也好 不知是望儿是谁 吆喝了两个一顿 说什么新奶奶旧奶奶的 还不快敲敲的呢 叫里头知道了 把你舌头还割了呢 平儿正说着 只见一个小丫头进来回说 望儿在外头伺候着呢 凤姐听了 冷笑了一声 说叫他进来 那小丫头子出来说 奶奶叫呢 望儿连忙答应着进来 望儿请了安 在外街门口垂首示例 凤姐道 你过来 我问你话 望儿才走到旅街门旁站着 凤姐道 你二爷在外头弄了人 你知道不知道 望儿又打着签 回道 奴才天天在二门上听差事 如何能知道二爷在外头的事呢 凤姐冷笑道 你自然不知道了 你要知道 你怎么拦人呢 望儿见这话 知道刚才的话已经走了疯了 料着瞒不过 便又跪回道 奴才实在不知 就是头里 星儿和喜儿两个人在那里浑说 奴才吆喝了他们两句 内中深情敌礼 奴才不知道 不敢忘回 求奶奶问星儿 他是常跟二爷出门的 凤姐听了 吓死尽 催了一口 骂道 你们这起没良心的 混账望把骰子 都是一条坛 打量我不知道呢 先去给我把星儿那个望把骰子叫了来 你也不许走 问明白了他 回来再问你 好好好 这才是我使出来的好人呢 那望儿 只得连声答应几个事 磕了个头 爬起来出去 去叫星儿 却说星儿正在帐房里和小丝们玩呢 听见说二奶奶叫 先吓了一跳 却也想不到是这件事发作了 连忙跟着望儿进来 望儿先进去 回说 星儿来了 凤姐儿立声道 叫他 那星儿 听见这个声 早已没了主意了 只得乍着胆子进来 凤姐儿一见便说 好小子啊 你和你爷办的好事 你只实说了吧 星儿一闻此言 又看见凤姐儿气色 及两边丫头们的光景 早下软了 不觉跪下 只是磕头 凤姐儿道 论起这事来 我也听见说不与你相干 但只你不早来回 我知道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你要实说了 我还饶你 再有一句虚言 你先摸摸你枪子上几个脑袋瓜子 星儿战战兢兢的朝上磕头道 奶奶问的是什么事 奴才和爷办坏了 凤姐听了 一枪火都发作起来 赫命 打嘴吧 望儿过来 才要打时 凤姐儿骂道 什么糊涂忘把骰子 叫他自己打 用你打吗 一会儿 你再个人打你自己的嘴巴子 还不迟呢 那星儿 真的自己左右开弓 打了自己十几个嘴巴子 凤姐儿喝声 站住 问道 你二爷外头 娶了什么新奶奶 舅奶奶的事 你大概不知道 哈 星儿见 说出这件事来 越发着了慌 连忙把帽子抓下来 在砖地上 咕咚咕咚碰着头山响 口里说道 只求奶奶超声 奴才再不敢撒一个字的谎 凤姐儿道 快说 星儿直觉觉的跪起来 回道 这事 头里奴才也不知道 就是这一天东府里 大老爷送了病 鱼路往真大爷庙里 去领银子 二爷同着戎哥 到了东府里 道上 爷儿说起 真大奶奶那边的 二位姨奶奶好 二爷又夸她 戎哥哄着二爷 说把二姨奶奶 说给二爷 凤姐听到这里 使劲催道 嘿 没脸的网巴蛋 她是你哪一门子的姨奶奶 星儿忙又磕头说 奴才该死 网上求着 不敢言语 凤姐儿道 完了吗 怎么不说了 星儿方才又回道 奶奶恕奴才 奴才才敢回 凤姐催道 放你妈的屁 这还什么恕不恕了 你好声给我往下说 好多着呢 星儿又回道 二爷听见这个话 就喜欢了 后来奴才也不知道 怎么就弄真了 凤姐微微冷笑道 这个自然嘛 你可哪里知道呢 你知道的 只怕都烦了呢 是了 说底下的吧 星儿回道 后来就是戎哥给二爷找了房子 凤姐忙问道 如今房子在哪里 星儿道 就在府后头 凤姐儿道 哦 回头求着 平儿道 咱们都是死人呐 你听听 平儿也不敢作声 星儿又回道 真大爷那边 给了张家 不知多少银子 那张家就不问了 凤姐道 这里头怎么又拉扯上 什么张家李家来呢 星儿回道 奶奶不知道 这二奶奶 刚说到这里 又自己打了个嘴巴子 把凤姐儿道 哦 笑了 两边的丫头 也都抿着嘴笑 星儿想了一想 说道 那真大奶奶的妹子 凤姐儿接着道 怎么样 快说呀 星儿道 那真大奶奶的妹子 原来从小有人家的 姓张 叫什么张华 如今 穷得带好讨饭 真大爷 许了他银子 他就退了 亲了 凤姐儿听到这里 点了点头 回头便望丫头们 说道 你们都听见了 小望把骰子 头里他还说 他不知道呢 星儿又回道 后来二爷才叫人 表胡了房子 取过来了 凤姐道 他哪里取过来的 星儿回道 就在他老娘家 抬过来的 凤姐道 好吧 又问 没人送亲吗 星儿道 就是荣哥 还有几个丫头老婆子们 没别人 凤姐道 你大奶奶没来吗 星儿道 过了两天 大奶奶才拿了些东西来瞧的 凤姐笑了一笑 回头向平儿道 怪到那两天 二爷称赞大奶奶不理嘴呢 掉过脸来 又问星儿 谁服事呢 自然是你了 星儿赶着碰头 不言语 凤姐又问 前头那些日子 说给那府里办事 想来办的就是这个了 星儿回道 也有办事的时候 也有往新房子里去的时候 凤姐又问道 谁和他住着呢 星儿道 他母亲和他妹子 昨儿他妹子自己抹了脖子了 凤姐道 这又为什么 星儿随将柳香莲的事 说了一遍 凤姐道 这个人还算造化高 省了当那出名的旺吧 凤又问道 没了别的事了吗 星儿道 别的事奴才不知道 奴才刚才说的 字字是实话 一字虚假 奶奶问出来 只管打死奴才 奴才也无怨的 凤姐低了一回头 便又指着星儿说道 你这个活塞子就该打死 这有什么瞒着我的 你想着瞒着我就在你那糊涂爷 跟前讨了好了 你星奶奶好疼你 我不看你刚才还有点怕惧 不敢撒谎 我把你的腿不给你砸折了呢 说着 赫声 起去 星儿磕了个头 才爬起来 退到外间门口 不敢就走 凤姐儿道 过来 我还有话说 星儿赶忙 垂手 静听 凤姐道 你忙什么 星奶奶等着赏你什么呢 星儿也不敢抬头 凤姐道 你从今日不许过去 我什么时候叫你 你什么时候到 时移步 你试试 出去吧 星儿忙答应几个事 退出门来 凤姐又叫道 星儿 星儿连忙答应回来 凤姐道 快出去告诉你二爷去 是不是啊 星儿回道 奴才不敢 凤姐道 你出去提一个字 提防你的皮 星儿连忙答应着 才出去了 凤姐又叫 瓦尔呢 瓦尔连忙答应着过来 凤姐把眼直瞪瞪的 求了两三句话的功夫 才说道 好 瓦尔很好 去吧 外头有人提一个字 全在你身上 瓦尔答应着 也慢慢地退出去了 凤姐便叫 倒茶 小丫头子们会议 都出去了 这里凤姐 才和平儿说 你都听见了 这才好呢 平儿也不敢答言 只好陪笑 凤姐越想越气 歪在枕上 只是出神 忽然 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便叫平儿来 平儿连忙答应过来 凤姐道 我想这件事 竟该这么着才好 也不必等你二爷 回来再商量了 未知凤姐如何伴侣 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